Bass 注意我们现在的发音是Bass 不是Bass 是Bass Bass 当我们说一个乐器的时候 当我们说音乐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Bass Bass Ring 或者是指它的低音区域 是通常会指 60到250赫兹 如果从频率 声波的频率上来说的话 通常我们会讲60到250赫兹 是属于Bass 是Bass的这一部分 就是说低音区域 那么Bass是什么呢 Bass是一种乐器 就是有点像吉他 大概是四根弦吧 因为我不是搞音乐的 它应该是四根弦 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乐队里面 说是Bass手或者Bass吉他 它其实就是指这种乐器了 它是在低音部分的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 Oh no 不要看Urban Dictionary 让我们看一看 让我们看一看 Bass是什么 Bass是一种鱼 Bass是一种鱼 是鲁语 这个B音发不出声音来 我们请 Marian Webster给我们朗读一下Bass和Bass Bass Bass 它现在在说这种鱼 但是我们在说乐器的时候 我们会说Bass 而不是Bass 所以这个词有两种发音 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仍然需要国际音标 因为英语每一个 比如说 A 这个 A 它可以发音A Bass 是低音 Bass 就是鱼了 看你喜欢哪一种了 那么Bass Guitar 就是Bass吉他手 这时候就不会错了 我们只能说是Bass吉他手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城里人是如何理解Bass的 而不是Bass 如果是Bass的话 你很容易看到 它只多了一个R 但是 它只多了一个R 但是它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它多了一个R之后 是一种金属 并不是纯的金属 不是铜 而是一种铜的合金 比较黄 颜色比较黄 Bass 而Bass其实是 也许更让人喜欢那种东西 因为它 可以用来指金钱 硬币 金钱 或者那个Bass阶层呢 通常都是指军官阶层 当然在英国它也是指 当你把最后一个S 尤其当你把最后一个S大写的时候 就是指Prostitute From the Cockney Slam Bass nail mean Tail Tail being a slam name for a prostitute I need a Shaq Mac go and get myself a Brass 这个时候 Brass就是指那种 帮助人解决 紧急需求的那种女人了 Shaq Shaq实际上 SHAG 这里既然看到了 我们就说一下 Shaq其实是英国的一个方言 这个Shaq 通常都是指你需要那么以下的时候 你需要那么那样的时候 这个Shaq 它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方言 好我们应该看的是Bass 这才是我们要看的单词 我们只看一个单词 叫做Bass Bass 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看 Mary Ann Webster 这种标准的字典是怎样定义Bass的 PluralBass Bass Any of numerous edible marine of freshwater bonifaces 这是说鱼啦 这种可以吃的鱼 那么另外一种定义呢 是Deep of graves in tone 就是很深沉的那个声音啦 Tone是音色音调 Of low pitch Pitch是音调 是指那个音 你说话说出来的声音是有多高 叫做Pitch 那么low pitch 很低的音 Having the range of part of a bass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当我们说一个音乐 MP3的 Flag的各种形式的音乐 有音乐播放器播出来的音乐 当我们欣赏音乐的时候 我们说Bass的部分 通常如果是比较专业的人在讲的话 我们通常是讲60到250赫兹的声音频率 250到6000赫兹 这就是男中英和女中英表演的范围了 他们最擅长的范围在6000赫兹以下 那么在有一点重叠 那么在这个3000到6000这个 超过6000这个部分 通常都是女高音手 擅长的部分了 而Bass呢 我们是指60到250 大多数欣赏音乐的初级音乐欣赏者 他们通常是会喜欢听Bass这一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给出来低沉的 比较震撼的那种声音 鼓声 比如说鼓声 Bass我们刚才知道了 如果说乐器的话 是指这一种 有点像吉他的这个乐器 那么让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看了 Mary Ann Webster对Bass的定义 现在我们要看陈里人对Bass的定义 就是并不是严格的陈里人 而是向陈里人的那些人对Bass定义 Bass是我们下面看定义 A misunderstood and underestimated instrument 这是一种被误解的并且被低估的乐器 音乐乐器 Some retard with no musical sense think that a bass player is lesser form than a guitar player but they don't realize that in many sounds a guitar would sound very shitty without the bass Same goes for the guitar a bass sounds boring without a guitar the two go hand in hand whether added synthetics or actually played I'm a bassist and I have never laid hands on a guitar they just don't interest me so a lot of bassists aren't a failed guitarist I choose to be a bassist because I love the sound and have an appreciation for its importance 这是一个贝斯手 就是乐队里面专门用贝斯 用那个贝斯这种乐器的 这个人他说的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我是一个贝斯手 我喜欢这种乐器的声音 我认为如果吉他没有贝斯的话 就会显得很shitty 显得很单调那种 单薄那种声音 但是如果贝斯没有吉他的话 他的声音会显得有点 有点沉闷 他这个意思 好了 这是一个贝斯手的 下面我们看 关于贝斯的第二种定义 我们现在看的是贝斯 而不是bass 是贝斯 不是bass God God played bass It's as simple as that 上帝演奏bass 上帝是一个贝斯手 这是什么意思呢 God was the drama of heaven until their bassist Lucifer got fired then God had to fill in for Lucifer on bass 本来在天堂 路西法 路西法是另外一位神的名字 路西法他是贝斯手 而上帝呢 God呢 他本来是鼓手 打敲鼓的 后来路西法被解雇了 被炒鱿鱼了 上帝没有办法 他只好就冲认贝斯手了 Bassist 就是 操作贝斯 演奏贝斯的人 Drama是敲鼓的那个人 鼓手 上帝本来敲鼓 他后来 路西法被开除了 上帝就只好去 用路西法 那个贝斯 做演奏 这是一个故事 也许你会相信他 OK 好了 我们不看贝斯的 其他的 说法了 我们 我们跟你说了 贝斯是一种乐器 但贝斯也可以是一条鱼 一条很好吃的鱼 而 Brass Brass 是另外一种东西 Brass 是黄铜 如果 如果你在前面加个R的话 它是黄铜 如果你把这个R变成什么 如果你把这个R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的话 如果你把两个S都去掉的话 当然你知道它是什么 如果你把R变成O的话 它就是BOSS 它就是给你发钞票 那个可爱的家伙了 OK 我们再说贝斯 它可以做一条鱼 但它 也可以做一种乐器 现在我们想看贝斯的 我们看它的第三十种定义吧 让我们看一下贝斯 贝斯有没有第三十种定义 OK 它真的有第三十种定义 BASS 对于城里的人来说 它是有三十种定义 至少 The thing that the McHen trainer is all about Because you know I am all about that bass But that bass No treble 就是一个 McHen trainer 应该是一个贝斯手了 这个人他说呢 他就喜欢贝斯 他只喜欢听贝斯 他不喜欢听高音的部分 Tribal是高音的部分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喜欢听贝斯 他们喜欢那种耳机 能够把贝斯加强的那种耳机 我们好像对贝斯结识了很久了 就到这里吧 OK 谢谢 谢谢收听 谢谢观赏 Thanks for watching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thank you anyway Bye Bye